观众朋友们 是凑热闹的呢 还是找对象的 当观众 仅仅当观众 对 对 姐姐您好 您单身吗 我是单身 我有合适的我找 哎呀 大大方方的 对呀 这很正常 社会现在好多单身的 对呀 这个舞台给咱们机会 你干嘛不利用上 哎呀 你们喜欢这样性格的吗 应该是喜欢的话 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就怕那个心里想着 跟嘴上说的不一样 其实代重性格的人 人人都喜欢 掌声有请 一号女嘉宾 您好 小云台阶 您好年轻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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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张老师 您好 您好张老师 您好 请坐 您这好年轻啊 咱们俩应该差不多吧 哦 不 我可能要比您要大一些吧 稍微大点 我估计也就是 有四十岁吗 哦 我已经四十四岁了 第一感觉怎么样 还好做 挺好 我是没小孩 想找一个能生小孩的 你这个子那么高吧 然后身材还那么好 哎呦 谢谢 你这得让多少人嫉妒啊 羡慕啊 真的真的 因为你看他一上场 充满了青春活力 让您在后面等半天 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一号男嘉宾 您好 对一号女嘉宾的低印象 低眼看上去 什么感觉 呃 印象不错 挺好的 挺好的 关键是身材 来您起立一下 您看 您看 他跟我站一块 您瞅瞅这个 您看到了吗 看到了 您瞅这长相 是不是 很漂亮 这就是光看不行 都有比较 呃 四十四岁 对 单身多少年了 呃 二十年了吧 单身多少年 呃 就是二十年 你二十四岁就单身了吗 啊 对啊 那 这太不理解了 二十四岁 单身到现在就没有再找 没有 有点 哎呀 就不可思议 嗯 因为我觉得二十四岁 还是孩子呢 很多人还没有开始 第一次婚姻呢 对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女嘉宾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刘文艳 今年四十四岁 我来自辽宁锦州 我的婚姻状况是离异 我现在在北京从事销售工作 我的业余爱好是美食 旅游 唱歌 自认为唱得还不错 我想找一位 人品好 有责任感 诚实稳重 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男士 如果条件可以的话 我想我们共同要一个孩子 期待你的出现 刘文艳 四十四岁 辽宁人 离异 销售 哇 这选择语论很长啊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故事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悲喜 这是一个宽容的城市 所有悲哀 最终都将消逝 遇见爱情 不要掩饰 用真心去体会他的快乐真实 哎呀 这是你自己写的吗 是吧 也就是说你认为在这个城市中 给了你很多的宽容和包容 对 你的第一次婚姻是在老家吗 对 是在老家 当时二十四岁就 你们结婚几年呀 严格地说应该是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的时间 其实我是在九一年的时候 结的婚 然后九二年的时候 就生了一个女儿 生完女儿以后 我们就离婚了 跟女儿有关吗 对 就是因为是女孩 所以我们就分开了 仅仅是这个原因吗 应该说是吧 是他提出来的离婚吗 对 是他提出来的 那之后你跟他还有联系吗 没有联系 他也没有再找过你说 复婚的事 好像在九六年的时候找过一次 后来我就也没有同意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时候呢 他又重新再婚了 他的那个就是第二任妻子 又怀孕了八个月左右的时间 然后他就去让他去做币钞 然后呢就做是女孩子 又是女孩 女孩之后他就告诉人家 让人去去做这个人工流产 八个月不允许了呀 国家的政策 嗯 然后隐了 隐完了以后呢 然后这个女的呢 就跟他又离婚了 然后离完婚以后 他才是就是又去找的我 后来我听说这个事情 我说那是不可能 太残忍了 对对对 太不能理解了 对对对 是的 然后他有第三任太太吗 有有有 他生儿子了吗最后 没有 他还是最后第三任的时候 还是又生了一个女儿 我也不知道他第三任太太 又生一个女儿 他是不是挺凹凹的呀 嗯 他知不知道 这生男生女 主要是男人决定啊 这个应该是问他自己吧 就您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 他好多人 他不懂这个 因为我是学医的 我就是研究这个 所以有时候这个东西 还是有一句老话 叫人的命天注定 就是这个道理 过去的时候 生个男孩传宗接代 对吗 生个男孩要干体力活 对吧 家里有重体力 要需要干 现在的社会 你不需要了 关键是可惜的 在于您的女儿呢 因为我们当时离婚的时候吧 怎么说呢 这个我可能也是一个小故事吧 当我生完这个孩子以后 我第七天的时候 然后就是 因为身体不太好 然后就生病了 就说想去医院 然后呢 他们家也不让我去 他说的 你要死了的话 我就重新再娶一个 就当时就是那么说的 就是 就是我的那个前夫吧 然后后来我一听 这个也不行 因为确实我是 当时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然后之后就去了医院了 我等于说 我整个这个月子 就是后半月 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过了哺乳期之后就 在法院就离婚了 你没怎么带过 我从来没有带过 可以就说 基本上就没有带过 那离婚的时候 你没有争取女儿的 我争取了 我争取了 然后呢 因为当时的时候呢 因为她的工资要比我高 后来法院就是说 这个谁的工资高就给谁了 后来就 我也没办法 那就正好给她了 于是这么多年 你跟女儿没什么联系 几乎是没有联系 因为她根本就不让我去看 我父母到幼儿园去看这个孩子的时候 她就是她的父母 就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就是把那个幼儿园的老师 就给骂哭了 就说不允许我们家 任何人去看 这男人不让人去看孩子 那就看我去 生了一个孩子 但是其实你是 享受了一个怀孕的过程 对 但是呢 没有享受当妈妈的过程 对 遗憾吗 挺遗憾的 44岁哈 对 其实还有机会 是 有没有想过再要一个呀 我想过 如果要是说有合适的 或者条件允许的话 我还真是想要一个 这个一号先生您好 听见了您好 请问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我今年58岁 那我估计您没打算再要个孩子了是吧 我就是想要一个孩子 好 您大点声说 因为我没有小孩 世界上还有这么巧的事呢 您想要个孩子 对 你信不希望孩子他妈个高点啊 希望 因为我是南方人 我属于属于南方瘦小型的 如果有一个妈妈高大一点 下一代还能个高点 对可以 您一定要记住那叫什么 怎么说来着 爹挫挫一个 娘挫挫一窝 这个 我就是因为我妈 所以您希望对面这位女士 个高一点对不对 对 那岂不是这位女士 符合你的所有条件啊 大哥 挺好挺好 然后呢想要个孩子 对 年龄也相当 您都58岁了 您不能说我找一个30多岁的 也不合适对不对 这个也不能说不合适吧 只是说两个人的了解程度和感情和这个了解认识 这都有关系 哦 这个您今天来 有人跟您一块来吗 有 两个 您好 我一开始以为这是您的女儿呢 就看来是肯定不是了 您好 是我侄女 嗯 姑姑刚才来说她的事 你们会不会也觉得挺遗憾的 对 其实应该有一个妹妹的 对 但是却从来没有联系过 嗯 对 听姑姑的故事会不会觉得她挺不容易的 对 你们家里人都很心疼她吧 尤其是你的爸爸 对 呃 看得出来你跟姑姑的关系很好 对 嗯 非常理解啊 嗯 你告诉我 你的落泪是因为你心疼她对吗 对 想让她有一个爱她的男人 疼她的男人 真的 因为我觉得她性格应该挺好的 性格非常好 姑姑现在在做什么 那小手 做得好吗 很好 我觉得 嗯 她一直都是我的榜样 刚才我一直在想 这个故事会不会真的这么简单 因为生了一个女儿 所以就被赶出家门 对 就这么简单 嗯 孩子为什么她们反而要留下了呢 如果她们真的对女孩那么不满意的话 她们应该让 让你把孩子带走啊 实际上我觉得啊 她认为我不可能离婚 她想要挟我一下 对 她为什么要挟 这一定与孩子无关 那我也不太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啊 说实话 嗯 比较年轻 可能对很多事情也不了解 你们怎么认识 也不懂 我们是通过别人介绍的 嗯 然后认识大概有半年多时间嘛 然后就 结婚了 在你的骨子里 其实有一种高高在上的 公主的一种情节 那个时候你 并不是很了解她 嗯 就和她走在一起了 她应该是 相对 在当地条件还算不错的人 好 她认为她应该完全能够掌控你 但是你不受她的控制 对 应该算是吧 可和她离婚之后 肯定还经历了其他的感情 我觉得后边的感情 经历的东西 应该对你影响更重 比第一段真正的婚宴 反而要更重 你如果后来再也没有经历过情感 你不会这么漂亮 你不会这么得体 古人说呀 事为知己者死 女为悦己者容 嗯 没有悦己者 女人自己是不会去装扮自己 不会去修正自己的 你在说我呢吗 你已经结婚了 孩儿他妈了 我还以为你要说你还是女人吗 我不是要这位女士 后来有没有过一段 让你觉得还不错的爱情 应该说有一段吧 嗯 有一段 但是时间不长 也就一年多的时间 确实这这么多年 没有再有第二段感情 好像也不太现实的那种感觉 年轻漂亮 温温而雅的 应该有再有一段 再有一段感情 你当时很爱他吗 嗯 应该说可以 是的 他是北京人吗 对 他是北京人 他有过婚史吗 有过 也是离婚了 对 家里人知道这个爱情吗 嗯 知道 我就是因为他才来到北京的 你们怎么认识的 也是在工作当中认识的 因为他你来到北京 嗯 你认为你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对 后来也是无稽而终 为什么 是他家里不同意 因为他母亲 他父母亲都已经有 将近八十岁了 然后呢 当知道我们这个事情以后呢 他母亲是极力反对的 呃 就是说你找什么样的 可以 就是不能找外地的 而且是尤其是不能找 东北的女人 嗯 他在他母亲的这个意识当中呢 就是觉得东北的女人 是非常厉害的 其实这个女的 跟东北的 大部分人 相比来说 她还是属于内向的 确实我觉得还是 温柔型的 嗯 不管是哪一个地方的人 都有厉害的 也有温和的 哎 对 这个是主要是还看你呢 怎么去选择 有什么才艺吗 呃 来一段 唱个歌吧 唱一首《妻子》 庄老师 人家唱完以后 我唱照顾 对 这些年底不容易 我怎能告诉你 有过多少谈戏 也有多少听力 长夜的那春泪滴 我怎能留给你 有过多少憔悴 也有多少美丽 真正的男儿 你选择了距离 你选择了距离 痴心的女儿 我在苦苦相依 世上有那样多的人 离不开你 我骄傲 我是军人的情 说实话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唱得这么好的 真不多见 唱太好了 这个 您这就是属于能唱 然后呢 漂亮 身材好 人又善良 性格又好 没发现有啥缺点呀 就是没碰到 一合适的男人 看看一号男嘉宾 但是他说他有点瘦小 我也不知道瘦小 到什么程度 您多高啊 我一米六七 他主要是他穿了 高跟鞋今天 高跟鞋 对 掌声有请一号男嘉宾 一号先生好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您这个也还行啊 怎么得比 谢谢 怎么得比庄老师强点啊 老师好 老师好 你好 庄老师 您能不能不要穿那根膏啊 这小子祸了 有点 请坐 先生 你一看您的大脑门就聪明 谈不上 做什么职业的 学医的 学医的 您是一位医生吗 以前是 现在在科研所 刚才我们看到了 这位女嘉宾的情况 您觉得这位女嘉宾够优秀吗 很优秀 很优秀 是属于您大概喜欢的那一类型吗 应该是吧 什么都是应该是 您说话很有哲理好像 那倒谈不上 您58岁了 对 即将退休了吧 还有两年 您这两年呀 边工作 边谈恋爱 边要孩子 一退休 领着孩子到处玩了 是这样 多好的生活 对这位先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演员也不错吧 好像感觉比较老实的那种吧 您对这位先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我得说实话 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 来交流一下 说什么呢 你问问他 啥情况啊 女士优先 你是哪儿的人 我祖籍是江苏 现在在北京 对 我是从小在北京长大 您户口是哪儿的呀 户口是北京的 那就是北京人呗 对对对 您是不是看到我特紧张呀 没紧张 我看你是跟在电视里头 比电视里头很漂亮 更漂亮 对 你也太高兴了 谢谢您啊 我觉得我从来就没见过您这么有眼光的男嘉宾 因为看电视 他是平样 看真人的话 而且在电视里 王维念老师老打击我 打击得我特别没自信 我一度都想参加中国最丑主持人评选了 后来我现在在迷迷迷说我有自信了 不会的 他主要就是可能是不是想给这个节目增加点那个 不是我觉得他应该参加中国最丑主持人评比 是吧 哎呀 你看这大哥 我就不知道你吃菜的时候 说这个菜做完了撒点胡椒面提味 他就是为了让这个节目增加这个 吓我一跳 吓我一跳 我以为先生说我是胡椒面呢 这个先生是您选择的这种范围之内吗 这个我现在还真是拿不准 再看看吧 这位女嘉宾 你问问他基本情况 问他 问他 别着急 一北 起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学医的 您现在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我现在实际上我现在在研究所的话 我还有一部分兼这个临床病 剩下一部分做实验室的工作 主要是我主要是主管这个实验室的这个技术方面 大夫我这疼什么原因啊 那你就应该这个地方的话 插气了 插气了 被人气着了 那您以前有过婚室吗 有我是离婚 我是两千年离的婚 因为我当时结婚的时候也晚 九一年结的婚 两千年离的婚 因为感情不是特别好 所以呢就一直没有要小孩 那九一年到两千年离的婚 对对对 将近有二十年的 十年十年 十年不到十年 你怎么算的呀 九一年到两千年 短路了 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性格不合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一个是生活习惯啊 还有一个感情都是互相培养 互相关心的 还有一个就是 另外跟这个经济收入也有关系 开始呢 等于是我们俩差不多 后来呢 他是在部委级工作 我是等于是部委下边的 有普通的一个科研所 挣钱少 你挣钱少的话 过去有一句话叫什么 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 结果您就被决定了 所以就存在着问题 挣钱多的话呢 他总觉得好像 其实男人挣钱少 本身就是一种压力 像我这岁数 没有什么那个地位高一点啊 男的女的地位高 我觉得平等最好 大家互相照顾 两个人能玩到一起 能生活在一起 共同有个爱好 两人高高兴兴的 这就是没有 我就说谁的地位高啊 先生您会唱歌吗 上学的时候 经常唱 工作以后就不怎么唱 没关系 您的意思是 就是想让我唱首歌吗 是的 唱一个儿歌吧 儿歌 儿歌 您不会唱的是那个 带花啊 要带搭红花啊 那个太晚了 太晚了 比这还早 比这还早 六十年代的 六十年代 小白菜哟 你可能没听过 六十年代儿歌啊 名字叫 哈瓦那的孩子 太好了 美丽的哈瓦那 那里有我的家 明媚的阳光 照新舞 门前开 红花 这我听过这歌 我们这年龄呢 以前这歌挺流行的 那这儿 劳动人民是牛马 万恶的美国 庄严猪 必死了你的妈 妈妈她刚死后 爸爸又早赌达 我有点紧张 我又在这儿就不错了 不是关键是怎么 庄严还出来了呢 没有啊 什么美国 什么庄严 美国的庄严主 美国的庄严主 你听过吗 接着唱 接着唱 我有点紧张啊 接着唱 来 妈妈她刚死 妈 这怎么上来 就妈妈死了呀 来 万恶的美国庄严主 必死了你的妈 妈妈她刚死 我有点太紧张了 没关系 一会儿唱啊 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这先生典型的 科研工作者的态度 非常认真 观念我想知道 这歌有多少段啊 应该是四十多句 可以讲一个孩子的故事 对呀 这我还真没听过 大家有听过的吗 有听过的呀 我在接着唱吧 我太紧张了 我这手直哆嗦 好 好 我最后有点紧张 妈妈她刚死后 爸爸又遭毒 我现在有点脑子 真的是有点紧张 太紧张了 来二号女嘉宾您好 萌萌您好 您听过这歌吗 听过 会唱吗 现在吧 会哼哼了 词忘了 来您给我哼一句 哪个 2号女嘉宾 跟您听我共同语言呀 二号女嘉宾我说的是 您反应过劲了吗 现在还紧张的吗 好一点了 这个二号女嘉宾 你好 您对我们一号先生影响怎么样 挺好的 我关键是挺好的吧 我得先知道您的年龄 我是55岁 那对于他想要孩子这事 可能选点了 可能选点了 没有那能力了 你笑什么 那你说这位先生在这 他就这么一个诉求 我是不是得 得谁问谁啊 我是不是得 为人家负责任呀 您理解我的意思吗 人家就这么一个诉求 姐姐啊 二号姐姐 确实没这个打算了是吧 没有这能力了 没有忠心 抱抱抱歉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先生 因为说实话啊 这看你怎么想了 如果你碰到一个 你特别爱的女人 你就把她当孩子养着呗 你把对孩子的爱都给她 这不也行吗 不是大人跟孩子是不一样的 那是 问题是我不敢搞证 您找一个 你就确实能有宝贝 那身体健康都正常的话 怎么就不能有孩子呢 是很自然的 当然当然 我就是怕啊 所以我就觉得 就要孩子是不是第一要求 对对对 好那非常理解 我特别尊重 每一位嘉宾的这个想法啊 其实你也想要个孩子 对不对 对 我觉得他们俩挺合适 其实这个男的唱歌的时候 他就有意思了 先生我想考验一下啊 您身体状态怎么样 你自己觉着 我身体状态应该是很好的 你可以做俯卧撑吗 可以 来吧 庄老师 庄老师我从心在这主意抱负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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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跟大家说一下 庄老师说了 来选择现场就是为了锻炼身体 那所以呢 不如咱们在现场满足他一个要求 好吗 好 来 先生 您不用怕他 庄严老师 在我们这儿最高纪录做二十个 这你不用这么安慰先生 你说庄严也四十了 还没孩子呢 所以您不用怕 来 音乐 请准备 开始 树林能做吗 我也就二十个 他这儿在练 经常练的 别让人大都想做 第三第三四三五 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七九三八三九四十四四五涼裂四十五四四四七七七看看 刘吴师 这先生 从他刚才唱那哈瓦那的孩子 我就知道 你要不拦着他 他真能往下做 郭先生你那家能做多少课 120 我120啊 不撞了你不该拉他 人家家能做120 我们就知道就行了 最高纪录 最高纪录 关键是人家起来不带喘的 最好做多少课 我没才艺 我没本人 我什么都没有 行了吧 那你坐这干嘛呀 你要回家 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呢 张老师 你就不该站起来 坐 坐 你觉得你家 现在印象怎么样 做事非常认真的一个人 你们觉得这个女士 能看好这些人吗 我觉得好像 差点吧 好 即将离开现场这位女士 您对她有什么话说吗 祝您那个 找到自己的幸福 祝您找到自己的幸福 也就是说 您不准备跟她幸福了 这个因为是双向选择 你不知道她怎么想 对啊 这个人有一个了解和这个发展的过程 明白 这个只能是最美好的祝愿 就是说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你对她第一印象怎么样 很好 希望有更好的缘分 好好好 好吧 谢谢 好 再见 再见这位女嘉宾 再见 您觉得一号男嘉宾怎么样 比较认真一个人吧 也挺执着的做事情 也比较实在 是您喜欢的类型吗 类型吧 看看她的基本资料 一号男嘉宾 许如华 58岁 离异 北京人 主管纪师 许如华老师 58岁 北京人 离异 为什么离异 91年到2000年 91年的时候您多大了 35 该36了 在这之前您谈过恋爱吗 谈过 为什么都没有走 走走进婚姻殿堂 各方面原因都有 一个是 当年调动工作 还有那个 您是不是从外地调到北京来的 不是不是 我是从小那个 在北京长大 您对您说三岁之前吗 对因为我 对首先我家庭 算一个组合家庭 什么叫组合家庭 就是爸爸妈妈离婚了 不是 我父母的话 等于是没有孩子 我是抱养的 也就您是养父养母 对对对 实际上就是我的大爷大妈 我是我叔叔的孩子 也就是说你叔叔 其实是您的亲生父亲 对对对 然后呢 你的父母其实是您的大爷大妈 对对对 父母现在都健在吧 都走了 那你的亲生父母呢 也都走了 你多大的时候知道这个秘密的 十来岁就知道了 是谁告诉您的 实际上就是 实际上就是我父亲 他自己说的 是您的生父还是养父 养父 因为我跟我养父长大 在北京长大的 您知道以后会不会心里面觉得别扭 因为从小 从两岁开始到以后就是什么都是靠自 从两岁就得自己要懂事 要独立 为什么 你要不 你要还谈为什么话 从小的时候你就肯定要挨打的 也就是说你的养父养母其实是会打你的 对 基本上小时候基本上就是可以说在打骂声中打大的 养父养母后来跟您关系好吗 就一直不是特别好 所以这位先生讲这些故事之后 我就会更心疼您 我是觉得 从小没有一个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然后他给了您很多东西 比如说您认真 您不能不认真 对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从两方面看 就是说像这种环境家庭 你必须要自立 对 自强 什么东西都靠自己 你不可能要靠别人 所以你就得什么都得会 你什么都得那什么 他现在的负担就说啥呢 就是说在北京没有亲人 2000年你们离婚的对吧 对对对 后来你又谈过女朋友吗 谈过 这回又为什么没结婚呢 他说实在的还是嫌我条件不好 您条件很不好吗 对啊是很不好 你有独立住房吗 有 你的工资够你自己花吗 够 那你条件不挺好的吗 不是我达不到他的要求 他要求什么 他觉得我个儿爱 哦 你有一米七吗 对一米七 一米七挺高的了 是吧 钟老师 我谈你那种啊 因为他 因为他就一米七 他就一米七 对 这就是您的选择的问题 先生 他想找一米八的 您看啊 您本来一米七 我要是您呢 我可能就选一个一米六的 您还选一米七的 这不是选不选的 这不是碰上的 你们没准备要个孩子那会儿 实际上他已经怀上了 他就 我求他留下来 然后那个什么 他就坚决不要给打掉了 所以您看啊 这位先生曾经遭遇过很多悲剧 实际上 我就说 他如果孩子要的话 今年六岁都上学了 然后 两套房子 然后车 孩子 什么都有了 但是呢 人家不愿意这样 别 别这么想先生 您千万别这么想 您那么想 您得气死 您得这么想 我从今天开始 我好好生活 别那么较真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您做服务程 包括唱歌 特别认真 找对象的时候吧 他得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我说的有道理吗 真的 是吧 庄老师 对 接了婚之后 两只眼睛都得闭着 这是您的经验啊 就是这位先生啊 就是他其实就是没有遇到对的人 对 说白了 您就是没遇到那个喜欢你 玩命把你当宝贝的人 您不带吧 你们困了 对吧 有点累 昨晚没睡觉吧 昨天一天 爬山 去哪里爬的 从那个剑扣穿木田鱼 剑扣 哇 那挺险的呢 悬崖峭壁 你自己去的吗 我们一个那个 山友俱乐部 对对对 是跟我们今天他们的山友一样吗 对对 我们 认识吗 都是一块的 都是一起的 但是他们俩昨天没去了 您先说说哈 那个我们这个许大夫 现在因为在那个 我们那俱乐部里头呢 就是大家观称许大夫 因为在爬山的过程中 你也单身吗 我那个经常看你们的节目 但是虽然不是单身 将来一旦有这个的时候 会过来 我现在和单位的同志在聊天的时候 大家把过去的那精味的问候 就说你吃了没有 会改成那个 你昨天晚上看选择了没有 哎呀 对我们太高的评价了 谢谢大姐 但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徐大夫是 现在呢 现在我就介绍那个徐大夫 徐大夫呢 刚才大家看了 就是他这人很简洁 很阳光 其实这个词呢 可能给年轻人 其实在他身上 很有这个味道 必须要走近他 因为我们是山友 我们可能在生活上 可能接触的更多 你像刚才做俯博生 他是昨天爬的这长城 将近八个小时 哎呦 而且那个都是悬崖 确实身体很累 但是徐大夫 在我们这个团队里头 就是非常的会照顾人 会体贴人 你看就是前面 那个显示出来那个花草 其实在底下很多 很多山路是没有路的 徐大夫这时候 他属于强驴部分的 什么部分 强驴 就是爬山驴有吗 他会把前头的 这些比较刺 比较扎身的东西 徐大夫我是一头弱驴啊 对 就从这细节看 他非常体贴人 但是今天呢 他比较那个紧张 幽默感没出来 关键是 您那山友里 就没个年轻点的姑娘吗 姑娘有 但是就说大家就是还是要有缘分 您赞同不赞同 我说他笑起来特可爱 他一直会笑 我们出去这一个车里头 从从始至终都是他在 引导大家高兴 所以我就说 真正一个女同志 要走进他了解他 才能看出他的门 太好了 先生您好 您这 你没给我弄两张照片啊 整了 整了 那个有整得漂亮的吗 都很漂亮 是吧 您这今天主要是给老许来照相的 是的 您需要我帮忙吗 好像不需要吧 好像不需要 照相我不需要人帮忙 不是 我是问你 需要找对象吗 我不需要 这个 许大夫这个人呢 为什么今天我必须来 其实今天本来我有事 把 把今天那个 有点激动 我看出来了啊 嗯 等一会儿再说吧 我 这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我们也希望他呢 能在这儿找到那什么 你看他这个 十几年了 嗯 可以说呢 今天就是我们不光是一起爬山 我们一起摄影 爱摄影的人呢 都是爱生活的人 对于他这个 要有孩子这个 嗯 我是很能理解的 他不是说啊 就是说 我要一个很深工具的女人 嗯 他想要个家 对 他要一个家 要一个完整的家 而且呢 他有这个能力 也有这个条件 在刚才这位先生啊 他突然哽咽了 那一瞬间 我看到了徐大哥呢 也一直在掖袖子 他在掩饰自己的很多紧张 我其实挺羡慕您的 我就在这位先生 落泪的时候 我就在想 他一定是这么多年来 很心疼您 我突然就想起了那首歌 战友战友 亲如兄弟 也许你们不是当兵的人 但是我相信 在若干次的爬山 摄影的过程中 其实大家都很牵挂您 很担心您 只是您不知道 对对 你愿意过来安慰一下 你的朋友吗 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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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拥抱一下 这大哥们啊 这是 我们经常在一起 是的 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来来来 有请 这个 我有时候特受不了这友情 我觉得这吧 这哥们和哥们之间吧 弄得还挺煽情 您告诉我 刚才这一刻您感动吗 很感动 没有想到老朋友会落泪 对对对 说明您还是挺有人格魅力的一个人 实话实说吧 反正我是在同学聚会里的 在朋友里头 我永远是焦点 嗯 就是当班干部的人 当焦点的人 给自己整成单身了 对对对 在家里边以后 咱不当焦点 对对 让人家当焦点 对对对 咱弄个焦妻回家 好不 好的 好吧 掌声有请二号女嘉宾 您好 你好 欢迎你 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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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导 你好 张导 你好 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 你好 你好 请坐 嘿 小皮裙都穿上了 一定是很多年不穿了吧 找了出来 对 今天来到这里 心情是高兴呢 还是有点紧张 也高兴 也有点紧张 嗯 因为毕竟是上舞台 好不容易迈出这一步 对 今天有亲友团吗 有 哪位是亲友团 我姐姐 亲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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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一定很支持您 是 刚才 看到我们那位先生 累撒现场了吗 看到了 我一定得把您累撒现场这事吧 给他讲出去 会不会感动 对很感动 是一个特别有情有义的一个朋友 有这样的朋友 真的很 很好 我是觉得 带什么样的朋友 就说明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物以类聚 对 说明他也是个很有情有义的人 这些人很好 就唯一有一点 嗯 他可能不适合您 是 是 是 这可咋办呢 这可咋办呢 希望您能找到您中意的 是 彼此彼此 彼此彼此 他生活也比较坎坷 看来是 挺不幸的 挺好的一个人 挺不幸的 嗯 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 能够有自己的下一代 第一感觉怎么样 很好 您会唱歌吗 会唱 有点紧张 唱不好 没关系 掌声有请 小城故事多 充满喜和乐 关键都搭代言 唱到这场 确实就不容易 可以高等 小城来做客 很好 很好 哎呀 很好 您觉得唱得怎么样 挺好的 这个 就是可能 其他的条件 稍微有些不符合 要不他挺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张艺娟 今年55岁 我的婚姻状况是离仪 我是港口机械的 高级工程师 我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 但是由于当年上大学 毕业分配 到了天津 我的户口也就落到了天津 但是我现在可以随时把户口转回北京 我的业余爱好非常广泛 我爱好太极 我还好游泳 我爱好唱歌 旅游更是我的最爱 我想找一位有文化 有修养 心地善良 性格乐观的男士 共度后半生 张丽娟 55岁 高级工程师 性格开老 心地善良 有一定文化修养的男士 除了年纪可能稍微有些大 其实它条件真的很符合您 我觉得 是吗 不能说 好吧 我非常理解 非常理解 所以您跟这位女士说两句 您该离开现场了 请您找到自己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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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再见 孙老师再见 再见 再见 年龄合适 长男队都没问题 这个年龄段的人 如果有个驴翼经历呢 可能会遭遇过一些不幸福 对对对 什么时候离婚的 在09年吧 为什么选择离婚 简单的说就是老大 他也应该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吧 他也是个大学毕业生 那个年代就是讲讲我的故事 就是我分到那以后是 就是24岁 分到天津港了 在那个工作环境中 一到了社会啊 就是大学毕业生就很少 那个时候我就想调回来 因为我家里全是北京人 但是呢 家里也没有这个能力 就是后来就 就岁数也大了 正好呢 我们同事呢 就给介绍了一个 就介绍他 这个也岁数差不多相当 也是个大学生 一看呢 也就这样就跟他谈了 他这一年呢 就结婚了 等于88年生小孩嘛 正好我30岁 生了孩子之后 生了孩子之后 就发就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 就是只要我说话就大 有一次吧 他喝酒 他天天喝酒 喝完了那表情 哐叉一下就下来了 就你就危机了 那时候孩子特别小嘛 孩子有一岁嘛 我就 我就不让他喝酒 打起来 那个打架不是咱们吵架的 他这手指上 顶着我脑盆 我还按 你不能反驳 你说你扒了他一下 那就起来了 如果你跟了一个这样的男人 你会怎么办 我觉得太痛苦了 可能早就 早就分开了 能说到一起的 一般的情况下是没有啊 就说家庭暴力相当什么 你觉得他们俩还是性格上的问题 性格有问题 这样的日子 你为什么会坚持20多年呢 我就努力的 这么多年就坚持 第一个 在家里 我不许说话 经常三个月三个月 在家里 一句话不说 第二 在家里不许笑 完了 这要是您 这要是我这样的 还早不 后来 到什么时候开始 我爸 以前我都不说 我家里有这些事 什么时候想明白了 后来想 后来开始 我开始说了 什么时候 就是他父母死了 他父亲先去世了 是95年去世了 他母亲是98年去世的 完了 就是95年 到98年 三年时间 他特别特别很多 到他98年 他母亲去世了 他说话了 就是有一次 我做了半件饭子 他就站那 我妈是你弄死的 我当时我冷不大 把头抬起来 我爸也是你弄死的 后来我就 我当时我累 我跟他一起特累 他特复杂 你知道吗 就不知道出什么事 完了 后来我就说话了 我说对 我说你爸 我跟你结婚的目的 我说第一 我就杀死你爸 我说第二 我就杀死你妈 我说第三 我就杀死你 他来一句 你瞧你瞧 承认了吧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后来我说行 我既然这样 把你们全家都叫来 我说咱把公安局里都叫来 咱坐在一块 咱说了说了 你爸你妈 我是怎么弄死的 后来我那阵都搭起来了 那个桌子吧 那个饭的菜啊 盘去洒了一地嘛 都碎了 完了以后呢 咱的瓷砖地特滑 我就害怕了 我摔倒啊 就扶着这个 扶着这个凳子 扶着那沙发 那个被儿 这么使劲扶着 他就使劲往那个上头推 我一推 我夏天 我肯定扎破了 我就使劲地摔着 后来我就打110 我现在有一个心理上的这个压力 就是说 我如果要跟他结合了 就是说这个日子啊 他属于有大学的学历的人 跟我一个没有学历的人 能不能生活到一起 您觉得这个女嘉宾 跟我们这个输入感觉怎么样 那就得看他们俩的那个选择 就是说 你感觉上呢 你觉得他们俩帮不帮 因为这个输入还觉得 二位女嘉宾还不错 但是他担心自己的条件 跟人家有差 我觉得 如果让我实话实说 我觉得没气 我还是再强调一点 必须要有共同语言 就是过去老话讲 讲门当户对 就是说你是哪个圈的 你就找哪个圈的人 这些事我觉得听上去 那都不像正常人过的生活 是是是 对啊 是是是 这个姐姐 您知道你妹妹经历了这一切吗 以前不知道 因为那个 她从来不跟家里说这些 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后来才 也就是前几年吧 才把这一切都跟我们说了 跟我们说了以后 当然我们心里都特别难受 真的不知道她生活是这样的 原先我们是一个非常开朗 非常直爽的人 还特别乐观 现在的整个就变了一个人 所以就是要赶紧开始新的生活 对 我妹妹是一个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心里非常善良 我们家人也都是特别老的一个家人 我想知道 比如再找的话 您要求妹妹一定要找一个学历高一点的吗 我觉得应该找一个心里善良的人 对她那个非常好的那样 就学历什么都不重要 这都我觉得都不重要 您也这么想吗 现在有一点 但是最好还是有点文化修养 还好一点 来 二号先生您好 王王你好 您好 对这位女嘉宾印象怎么样 还很好 那个 您 您不会 要求不许说话 不许动吧 那不应该 不应该 您觉得这位女嘉宾很不错 那您有没有想努力往上冲冲的这想法呀 有 可是我也有担心的一面 您担心什么 我们互相的这个学历差得太悬殊 您什么学历 初中没毕业 您过去什么职业 我是厨师 但是我听编导说 说您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而且说您非常优秀 我们编导 当时在这个提示卡中给我写的说 您是很有修养的一个男人 我真的认为啊 学历不代表一切 我身边 我们那司机孙师傅 倒没读太多书 那人上通历史 这什么上下五千年 没他不知道 对没他不知道的 什么都知道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他跟学历没有完全的关系 但我 为什么要向您推荐 我们的二号男嘉宾啊 因为我觉得 我没有见过他 编导在给我讲的时候 是这么跟我说的 说虽然 他自称自己是个普通人 就是一名厨师 曾经啊 但是 说人特别有修养 说特别好 说我们的编导都很喜欢他 长得也精神 那我想知道 请问您现在还很介意学历吗 不介意 哎呀 希望啊 请坐 那谢谢二号男嘉宾 待会上姐好好表现一下 她又不要求问您 来 赶紧有请二号男嘉宾 您好 你好 你好 妈呀 你给自己穿得像巡廊关了 先和这节目组最辛苦的王芳 谢谢 最漂亮的王芳摸摸摸摸摸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张老师 你好 这是我们的二号李嘉宾 你好 你好 这先生我有一疑问 您记得是您的腰带吗 是的 因为我很少见人系腰带吧 他能长出一圈半去 我这就还记着 您看看 您看看 大家看看 他的腰带在这儿呢 咱师傅一般就系到这儿 您为什么买那么长的呀 我觉得这长一点好 但是关键是 您再往长一点就系两串了 对这先生的印象怎么样 看着还是挺忠厚的 其实对我们二号你家的印象不错 对吗 但是其实你很有压力 对啊 人家是文化人 没事 咱展示好咱就行 对不对啊 那个您有什么才艺吗 也没什么才艺 先给他们来一段 来一段 您不是这才艺吗 学过两天 这才艺你会吗 你也会啊 我这是什么才艺 您知道吗 太极吗 哎呀这我这还行 挺像太极的看来 您打多少试 都学过 反正就 您打多少试 最简单的二十四是 是杨士还是陈士 陈士 陈士二十四 我也学过古语言吧 古语言二十四是吧 那行了 陈士二十四 您俩一起来一下 我带衣 我好像带衣 好 那人家先换个衣服啊 配合您来请坐坐这边 先生来看一下您的基本资料哈 大家好 我叫陈宝才 今年五十九岁 我是北京人 我的婚姻是李毅 职业是厨师 我的业余爱好是打太极 唱歌 旅游 我想找一位心地善良 能够相互包容理解的女士 走完后半生 陈宝才 五十九岁 北京人 李毅厨师 我想先说说这张照片 这是雪吗 不是雪 这叫 雾霾 雾霾不可能 雾霾不长这样 不是雪 而是雾 是雾 树挂 这在什么地儿啊 就是在我们家找的 你们家住哪儿啊 在怀柔 您在怀柔生活啊 对 您没给我带点栗子呀 等下次 这次太忙 别下次 您还准备来呢 下次我请你去怀柔旅游去 谢谢 我特别想知道 二号女嘉宾去换太极服了 您就没带身太极服 也带着呢 也带着呢 那您怎么人家换 您怎么不去换呀 我这等着你们说 如果我需要换 我得换 您赶紧换 背后有更衣间 您感觉他们俩怎么样 有可能吗 我现在只能说一半 百分之五十 先生您好 陈宝才先生 是您的好朋友 我是他叔叔 请问您您这个侄子 人怎么样 人反正优秀 做工作特别细地认真 皮很温柔 各方面想得特别周到 现在的生活有压力吗 没有压力 他的孩子已经都 都结婚了 有独立住房吗 有 平台的 去年代的 大吗 挺大的 反正够一百多平米 就平房一百多平米吗 平房一百多平米 还有一个旧房 它是两套房 那就是说 咱要都去也够住了 那偷偷 反正七个十个八个二十个 没问题 我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要是 愿意过那种田园生活的 找这位先生挺好的 对 男的可能 那女的可能有点 好 我们看看两位 换衣服怎么样了 掌声有请 你俩挺搭呀 来来来 两位请到前面来 如果没有学历的这个关系的话 您觉得他们俩是开始挺多评论的 怎么说呢 只是说这个都喜欢这个 打开极 但是呢除了这个 因为生活更多的是语言交流 所以我觉得有点悬 我觉得刚才这位大姐 好像一直在看着她打 这个大哥吧 还是比较沉稳的 挺好的 挺好的 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 我觉得挺搭的呀 而且他们两位呀 一坐起来的时候 我却发现呢 这位先生挺有煮心骨的 他基本不回头看 他特别有劲 然后那位女士呢 反倒在可能在过去的婚姻中啊 他已经习惯了 他一直在看着这位先生 他觉得我得跟他一样 其实他也其实女士打得非常好 关键是现在突然打开电视机的观众 会不会觉得我们这是一太极节目呀 来两位请坐交流一下 了解他先生的基本情况 他们家吧 在怀柔 然后呢去年刚盖了新房 然后有两套 然后那院吧 住个十个八个的没问题 然后离燕西湖特别近 这都是我刚才趁你下去 我打听到的 希望你以后有时间还再去 其实关于我呢 这个我自己说吧 我自己啊 就说我呢是离音 这个还是说从性格上 喝不来 我离婚时间很早 应该是在91年 他走的时候 我这个儿子刚四岁 儿子给我撂下 闺女他带走 后来又把他结婚了 那是我孩子太小 后来又过了十多年 到05年他又走了 孩子大了吧 孩子大都结婚了 都结婚了 外孙女孙子都有 哎呀挺不错的 其实就是说呢 儿女再好 也不如呢 就是说旁边有一个伴侣 随伴的比较好的 就是儿女再好 就是说她不在你身边 一旦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你想喝一碗水 是原始解不了 没错 我也有这样想法 是是是 我也是这样 就是想找一个 两个人能互相照顾 两个人有共同的情趣 能够玩到一起 能够生活在一起 大家一起锻炼 一起旅游 一起买菜 一起变老 一起有病 互相搀扶着 这样走过后半生 尽量不给儿女添麻烦 就是这意思 我是这样想的 你所说的这一切 还确实符合我的心里 是吗 到咱们的年龄 都是这想法 我认为 就是说 可是呢 就是说 我刚说了 就是说 我觉得咱们这个 就是文化这个差距太大 太大 是文化差距 其实也没有 我也没有这个想法 没有说 我要是找一个文化层次太高的 我估计可能 可能性也不是太大 就是找一个心情 就是心理健康的 性格稍微乐观一点的 活泼一点的 我能不能理解为 他这话的前台词就是 我就想找个 您这样的文化 好的 一般来讲 就是人到这个岁数 选择的时候 是非常慎重的 毕竟这个岁数 不可能说 我找一个过了多久 我又理了 对对对 您觉着 如果找一个这样的人 后半辈子过的是田园生活 怎么样啊 您离得开城市吗 离得开 我其实挺喜欢 种个花啊 种个菜啊 什么的 哎呀天哪 大哥 虽然你那么黑 我还是看出来你脸红了 哎呦 这太不容易了 您这就叫黑里透红啊 关键您脸红吧 从鼻头开始红 来 给个大屏幕 大家看看 从耳朵到鼻子 到两个红脸蛋 先生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说明您是一个 就不善于跟女同志交流的人 这样的人 可靠 他不会花心 哦 哦 好 即将离开现场 我从哈队先生说 希望您 能找到您 忠意的 谢谢 这话不行 应该这么说 你应该问问他 我要去种树行吗 欢迎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一切尽在不言中 很好 这边 您觉得今天表现怎么样 觉得还行吧 挺好的我觉得 然后您觉得一号男嘉宾怎么样 挺好的 但是我不符合他的条件 因为他准备要孩子 那么也不符合他的条件 那您觉得二号男嘉宾呢 二号男嘉宾挺好的 您是什么原因离婚的呢 我们主要是性格合不来 也跟前面那位女士一样 很多年都在吵是吗 对 从结婚就在吵吗 差不多 半年以后 什么时候离婚的 就一年 那您离婚也二十多年了呀 二十多年了 后来我 因为当时离婚的时候 我的儿子四岁 我顾不了他 当时那时候我是搞运输的 用车 白天我要开车 夜间我还要 看着孩子要尿尿 还要洗衣服 就实在是顾过来 孩子也想母亲 想的那样 后来我连他妈妈也结婚了 后来他又跟您生活到 零五年 突然年纪走 突然走的 没打招呼吗 打招呼 也就是我也拦不住 也就是他有新感情了 应该说还没有 他走了以后呢 我连续接他母趟 我两个小舅子 就是孩子的舅子 给去接了两趟 也没接回来 去哪了呀 去他姐姐家 那就是说人家就是不喜欢你 对 就是不喜欢 也就是您是 其实离婚有二十多年了 但是呢离婚之后呢 因为孩子的情况 您又把太太前妻接回来 对 接回来呢 你们就过着离婚不离家的生活 又过了十几年 对 这十几年中您提过复婚吗 她还是坚持不跟我写 嗯 当时就是说 应该那个年代 我赶上了是 刚开始要合影像 嗯 我把她约到照相馆 就按着座上文章照的合影像 嗯 像照了也没跟我写 不写 坚持不写 那就是那位女士 她自己其实心里非常清楚 她跟您可能过不到头 对 对 所以她也不想再折腾了 对 因为啥呢 您要是在写的复婚这吧 如果再分手也挺麻烦的 可能是这样想的 有孩子离婚是最悲哀的 您要是有孩子 您是属于坚决不离婚的那种是吧 那当然了 我得让孩子有亲妈有亲爸 庄老师您猜一下她们为什么要分手啊 过不到一块去了呗 您让我猜一下呗 就是我 她们的婚姻啊 不像我们想象的就是 特别精彩 特别丰富 嗯 她婚姻其实很简单 嗯 构成也很简单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 大家生活很平淡 那么这种平淡里头可能 嗯 那位女士可能有所期待 她期待的未必是我们所想象的 多么精彩 她期待的可能是很实际的很多的东西 而这种很实际的东西您很难提供 其实我们这段婚姻吧 嗯 说起来就是说也也得说挺 挺挺仓促挺快 嗯 就是我们认识时间不长 其实当时呢我还是通过认识了解她的脾气 还确实合不到一块 嗯 后来就是我的意见就 就是分手了 过了那么好像一个月左右 我们就是住的相当 就有几十里 嗯 那里的交通没有现在这么好 嗯 就是有了公交车 一天就两次 嗯 上两次下两次就没有 突然间我 我在家的那天下午 突然间就在我的余光当中 这边来的 就是有一点红颜色的 我一回头是一女的 再几肯是她 就简单通过这样一点 我就想 哎人家一个挺大姑娘 咖啡师李爹来找我 挺 就是说也 一感动 就嫁给她了 对 这后来结婚 我们俩最终分别的原因是 有一次我在 给我朋友去修车 当天早晨是坐5点25的车 我坐得非常清楚 从我们家坐火车 刚开通 那天早晨我走了 他没让我母亲吃饭 就因为这么一件事 我们俩分手 以前说不合呢 都甭说 没分开 最终是因为这个事分手 其实原来我不想说 因为我的人也在 还是那句话 就是人跟人分 最后肯定因为某一件事分的 在这段婚线中 您倒是挺踏实的 娶了媳妇生了孩子 过日子吧 您是这么想 但人家不是这么想 人家老觉得 嫁给您 缺了点什么 一直想找这个东西 所以是他的心理不平衡 所以这就是不对等 不对等 就是不顺品这俩人 你觉得他对你有好感吗 我也不太清楚 我想知道 您现在还在工作吗 现在还在工作 在一个饭店中工作 现在离开饭店上食堂了 就是退一步吧 那不也挺好的吗 年龄大 也在怀柔吗 怀柔 每天去 是早出版归行的吗 差不多 因为干这行吧 就是人家没上班 你要上班 人家下班了 你还要没完成任务 给你完成 挺累的 谈不上得 特别累 您跟闺女好点 还跟儿子好点 这两个孩子对我都好 非常好 可以这样说 我得说 借着今天这机会 我得说一声 我这俩人女对我太好了 我的闺女 曾经就为我这个事 早就跟我说 其实今天她没来聊 其实因为她是在南方 她又有一小孩 昨天前天晚上 我给她 她给我来电话 我跟她说我要到这儿来 不是那我也回不去 我这些人的身体相当不好 就回不来 我的儿子现在在东北 如果他们要是在北京的话 你觉得他们会来吗 都来 所以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谢谢 来 三号女嘉宾 你好 您好 对我们这位先生印象怎么样 挺好 您觉得二号女嘉宾 对她印象怎么样 也挺好的 您估计 今天这位先生能跟谁有戏吗 这个我还没看出来 没看出来 这说明二号没戏 也不能这么想 也许三号抱着其他的想法呢 掌声有请三号女嘉宾 您好 好漂亮啊 男开街 您好 学生漂亮 您好 您好看 介绍一下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你好 三号女嘉宾吧 一看属于洋块的 给自己弄得很漂亮啊 请坐 没有 今天这件衣服谁帮您选的 我姐姐 姐姐帮您选的 是 您来这儿干嘛来了 想找一个后半生的 派对吧 您觉得这样的先生 您会考虑吗 这个先生很优秀 真的是很优秀 也很踏实 但是 不是我选择的类型 不好意思 谢谢 没关系 也就是说您选择 要是这俩人 你会选择哪一位 综合体 综合体 那就是王党 综合体 为什么呢 大家都是综合体 因为没有玩人嘛 要我 我就选赵老师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赵老师眼睛小 小雅自然这年头 不是我还是挺喜欢 那个庄岛星 谢谢 你喜欢庄岩老师 这么阴险的人都喜欢 我还是喜欢 稳重一些嘛 你的意思我不稳重 不是吧 活不稳重一些 您讨厌王党吧 不讨厌 不讨厌 真的不讨厌 您不是说喜欢 稳重点的吗 但是活不也很好 活不有度嘛 我发现您这人说话吧 基本上没什么原则性 就什么都可以 转了一圈 您倒是都没得罪 但谁心里都没舒服 您最喜欢的是谁吧 您还不如说一个 得罪其他呢 稳重一些的 就装好是这样的 对 长成这样的也行 人家长相 我觉得人不可貌相 这我还是我的 您这话的浅台词就是 人不可貌相 长成那样 也出来装大相 没事我能理解您 我知道您这么高的眼光 您怎么能看上 长成这样的呢 不是这样的 完了你已经被绕在沟里了 我的眼光更不高 可能给人的感觉 好像也不然挺高 其实我觉得那位先生不错 挺好的 挺好挺好 您觉得二号女嘉宾 有可能会喜欢她吗 不然我希望她喜欢她吧 希望 很好 先生 您即将离开现场了 下次来给她做点好吃的 好吧 啥都不说了 现在不严重 咱俩休息一下 再见 二号女嘉宾 您觉得一号女嘉宾 是您考虑的范围吗 应该说不是 因为她我们俩的年龄 我想查她 太多了 那您觉得二号女嘉宾呢 二号女嘉宾还可以 至少她是在我想象的那种人吧 您想的是哪种人 我想就是开了大方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王力宏 今年50岁 身高1米658 身体健康 来自于吉林省长春市 曾经在单位做财务工作 是一名参加全国通考的会计师 大学毕业 公布法律专业 我的兴趣爱好是旅游 健身 科学美食 有品味的享受生活 欲求一位 年龄不超过60岁 身体健康 有道德文化修养 真正能给予我幸福的 优秀男士为伴 共同与我真诚携手 度过余下的运势 为什么李姨 她有第三者 当时您怎么发现的 还是她告诉您的 我发现了 因为说话不诚实了 发现了我们 但是我们没吵过架 就发现了 就是我在考虑 我是否能接受 如果考虑来考虑去 还是接受不了 我就是说 如果你条件成熟的话 你就来找我 我们就办离婚好了 然后我们就分居 后来她多久来找您的 一年多 我们是2000年离婚 第一眼园怎么样 我不想找这样的 这么说吧 从外表上讲 他们三个人的话 我是 如果他们三个人 我是选一号 我应该不是她选择的 这范围之内的 那孩子归谁呀 归我 孩子现在多大了 孩子没有了 我看你一直在 捂着脸在哭 她现在把心情吧 比较激动 她有些话吧 她都没说出来 黄丽红是我们单位的 一个中层干部 她是这个人 这是非常要强的女人 但是她命运就很坎坷 为什么我们俩这么好 因为我们俩出身一样 我们都是被自己的 亲生父母抛弃的人 是养父母把我们养大 所以我们俩 就像亲姐们一样 所以我就真的 把她当成我的亲妹妹 刚才请坐啊 这位大姐 给您 我还有话说 她37岁的时候 她就自己过了 自己带着孩子了 但是她始终没跟我们 宾馆任何人讲 说我离婚了 她离婚这么些年 我们都不知道 她什么时候才告诉我 她离婚 是她的女儿遇害以后 一年半以前 她的女儿在日本 在日本的那个大学 读研究生 还剩一年就要毕业了 她女儿就是在 读研究生的时候 就跟这个男朋友就登记了 完了这个 她的女儿就回日本 继续读研究生 但是前年的大年初四的时候 她女儿回来探亲 探亲就给她带了点 给母亲买的东西送回来了 她就说妈 我得回我自己家去看一看 结果这一去 她就没回来 早上走的 晚上 她的 姑娘就把她姑娘 缠练地杀害了 你哪也不能杀人呢 你可以离婚呢 你可以 对吗 你不能杀人呢 太可怜了 就是她的女儿没有了以后 她就是不想活了 当时我在北京呢 那天她就给我来电话 就跟我哭 说姐姐我活不了了 我不能活了 我这精神支柱没有了 我说怎么去了 她说我女儿 让人杀害了 她说的 我不想活了 就我为啥要把她 她的养母还在 她的养母非常善良 她的养母隔不几天 就给我来电话 她养母说啥 说她姐姐 你一定把王力宏 从长春这个地方 给我带到北京去吧 不要让她在这个地方了 在这个地方 她太伤心了 丈夫抛弃了她 姑娘又在那个地方 让人家给残忍地杀害了 我现在就这么想 她在这个世上 没有任何亲人了 我把她当我自己的亲妹妹 王力宏 你要走出来 你要开始你的新生活 你以前不早 我不反对你 你就说 你女儿是你的支柱 现在女儿没有了 你就不活了吗 女儿的在天之灵 能得到安慰吗 所以我就希望 电视机前的男嘉宾 单身男士 如果你们喜欢王力宏 王力宏是一个心地 非常善良的女人 她特别的要强 你到我都不敢上她家去 我上她家 我不敢往哪儿坐 哪儿她都给收拾得一尘不染 她特别会过日子 而且那个家呀 做饭哪儿 没有她不会的活 做得一手好菜 就用一句话说 上的天堂 下的厨房 真是这么个女人 我这意思就说啥 电视机前的单身男士 如果你能给王力宏 带来后半辈子的幸福 你就勇敢地去追求她 我们大家向她伸出有爱的指手 把她从苦难中拽出来 这也是我求各位专家和王方老师 就算我求你们了 这边应该说不起 最大不幸的 三大不幸之一 这个亲人不在了 包括我养父母 虽然感情不好 毕竟走的时候 现在就我一个人了 其实有时候我做梦还想的 今天在现场 两次让我难受 一次是那位大哥 她跟一号男嘉宾的 深深的友情 让我很感动 第二次又是这样 这位大姐和场上这位女嘉宾 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她却这样滔滔不绝的 真的像 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拼死拼活的 我得让这位妹妹幸福 她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去来表达这么一长段 所以我都觉着我 如果再去问你那些 关于这个大屏幕上 女孩的故事 你会不会很伤心 请坐 没关系 我有的时候 也接受不了 很多人好好的就突然离开了 但是后来 我有次录节目 你们跟我说 说其实 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里 很快乐 我想 也许我们只能这样想 虽然多少有点违心 但是这是对我们活着的人 最大的一点欣慰 我不知道 是的 你看到照片后面 很想念她 想 明天都在想 因为我父母年岁大了 现在他们都需要我照顾 我来了这么一天 今天早晨我才到 我原来打算买今天晚上的票 我没买到 买到明天早晨 父母现在 我母亲 胡骨头也摔断了 我父亲 八十四岁了 年岁也大了 都需要我来照顾 我出来的时候 是表妹在这里头 帮着我两天 你当时什么情况 跟生父生母离开的 我不知道 我在这个场合下 都不太好意思这样说 因为 我真的是从小 所以说没有 没有得到亲生父母的 那种关爱 但是我还是 由我这个 非常慈祥的 娘父母把我带大 还有爷爷奶奶 我真的非常感激他们 我实际上那个期间 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快乐吧 尤其女儿 失去了女儿 又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痛苦 我真的由总的觉得 对不起他们 哎呦 我觉得他太震惊了 自己的 对 自己的不幸比他还还那什么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你今天才五十岁吗 你有没有想过 用 就是 生命中最后的这个机会 去要一个孩子 没想过 为什么 因为我在心理学上 看过很多 我是在考虑 我这个年龄段 在要孩子的时候 会对孩子的成长有影响 会对孩子不公平 第一年岁大了 可能因为别的孩子 父母都很年轻 我的孩子 我就年岁很大了 别的孩子会管我 叫爷爷奶奶 我怕对他的心理不平衡 产生障碍 还有一点我觉得 我还觉得 我对不起我女儿 我真的是这样想 我想问一个隐私一点的问题 凶手得到惩罚了吗 得到惩罚了 现在我们就是 中法和高法都给他判了 但是现在案子还没有结束 现在到了最高法院 我还觉得很公平 这应该是死刑了吧 可能对您来说 稍许有些告慰了 反正这个案件结束了 我才能知道 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 我觉得我问你 我都不敢问了 没事的 他怎么了就动手了 是吧 我这个孩子非常单纯 我觉得这里边有些案情嘛 还没结束 不是很好说 明白 但是这里边也不排除 我个人认为 不排除有一些 玉毛性的东西 玉毛 因为我女儿也是在国外嘛 所以里头很 案情还是有一些 一定的复杂性 明白明白 我们就不说那么多了 因为我觉得毕竟过去了 但是刚才这位姐姐 哭诉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心都要碎了 我真的是我姐姐 我应该说 我第一次生命 是我的生父母给我的 我第二次的生命 是养父母给我的 第三次生命 就是姐姐给你 一时间我真的不知道 我应该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够帮助您 或者能够给予您什么 有用的东西 我只能这么说 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情 姐姐能哭成那样 而您的 您的状态 控制住了 控制力 我不敢说这是一种坚强 但是这是一种 非常人能够做到的一种状态 那么我就相信 在那些特别痛苦的日子的过程中 您找到了无数种方法 来调整自己 我自己讲话 自己讲话 自己解样 所以世界上没有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人了 挺不幸的 从另一个角度讲 您上来的时候 说选我们俩谁 您都不选 您都说谁都可以 并不是说 您真的有什么标准 实话实说 您今天来 是为了满足姐姐的一个要求 您的内心并没有做好一个冲突的准备 也不是的 您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我现在很害怕 我结婚了 就是害怕的就是离婚 我们不愿意离婚 但是没有办法 那么女儿找对象的时候 结果选来选去 她还把我女儿给杀害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看男人 但是虽然说男人确实有优秀的 可是我没有碰上 我就很害怕 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且 我觉得其实您整个性格都有点变了 就是您不太敢做选择 因为我逗您 我说一个是您刚才 您觉得谁更好啊 或谁更不适合您啊 等等等等 您几乎已经失去了选择能力 你总是说都好 都不错 就是 这个可能跟我小的时候生活有关系 是我特别理解 所以我觉得从现在开始 您就要为自己活了 怎么高兴怎么来 因为都已经经历这么多 就到底股了 咱们说那炒股 都已经到底了 没有什么事能比这个再痛苦的了 行了 咱该触底反弹了 从现在开始 想哭就哭 想笑就笑 为自己活着 好不好 有什么才艺吗 唱首歌吧 很好 唱一个望月 望着月亮的时日后 我常常想起你 望着你的时候 就想起月亮 月亮复违 抚慰着我的心 月亮在天上 我在地上 不好意思 谢谢 非常好 今天算第一步 我倒觉得 你现在未必要开始找对象 你现在开始 先为自己活着 第二步 爸妈妈如果身体稍微好一点 您经常来像他们一样 坐在观众席上 坐坐 感受一下 一种新的生活 好不好 好 谢谢 请到这边来 来请赞各位男女嘉宾 一号 许大夫您好 你好 选择吗 我放弃 放弃 为什么 我在下面再考虑考虑 好的 二号先生 选择吗 选择了 加油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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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就是 咱们可能是文化 可能稍微的 有点距离 但是我觉得 您说话 谈吐 都挺好的 可以下面 接触一下 哎呀 恭喜 恭喜 请到这边来 从这边来 看您也高兴的 我得跟您说 这位先生 也许他不是那种 特出色 还是咱们想象的文化人 但是 他一定会对老公 无比好 特专业 好不好 现在我们还有 两位女嘉宾和一位先生 我们观众其实还有很多单身人士 大家如果喜欢她们 请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好了 那我们掌声欢送一下 两位 恭喜两位选择成功 恭喜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送出玫瑰 让爱光临 选择给您一个舞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